你喜欢林志玲吗 我 也喜欢 也喜欢 那林志玲不喜欢你啊 你能去追她吗 那不能啊 那为什么你可以纠缠 你现在这个女朋友呢 我喜欢她呀 那你不是也喜欢林志玲吗 不能吧 不能 为什么 因为你去纠缠林志玲 林志玲会报警 对吗 所以你先要转变一下你的思想 你现在一直活在自己的道理体系当中 就你什么事你都有你自己的道理 就是我们在说什么事的时候 你都 我是这样啊 所以我有理啊 不是这样的小伙子 首先 你特别能降 什么事你都可以找到你占理的地方 我就今天跟你交个针 就他那笔钱 你删除银行转账记录 你说你个人爱好对吗 对 你确定你借给你朋友了对吗 我确定要 我现在就去拉银行流水 去银行拉 节目播出的时候 这个账单会出现在屏幕下方 你敢不敢跟我叫这个汁 敢吗 这我不敢 所以你就自己特别有理 就不管是真的假的 我都要说成是我的 你女朋友 你现在管天管地啊 什么都要管 管他跟异性的所有接触 你这这个表现 让我想起了我两岁的孩子 他就是那种就是我的玩具 任何人都不能拿 不能碰 要离开这个玩具一米以外 不然我就 啊 就 你现在就是这样的状态 我是喜欢的啊 不是 喜欢不是所有 你占有欲的借口 你喜欢 你正常地去表达你的喜欢 你把他周围的所有的异性 都删掉 然后跑到他工作的场合去闹 你刚才说了一句话特别对 你说他如果那样做 我的脸往哪放 你那样做 他的脸往哪放啊 你考虑过吗 我私下跟他说他不跟我说 私下不跟你说 你就可以到公开的场合去闹吗 那你女朋友的面子往哪放 他的隐私在哪里 他的尊严在哪里 没有 我知道 你拒绝让他和所有的异性接触 其实是一种爱的表达 就像你自己说的 可是这样的表达太过于狭隘了 而且任何一个女生 都没有办法接受 它是一种禁锢 虽然你没有把它绑在家里 但它同样是一种精神上的 思想上的禁锢 而当一个女性内心受到禁锢的时候 她必然会反抗 逃离 所以看也好 管也好 根本就没有用 越想抓得紧的东西 跑得越快 你放开手去拥抱 可能会获得更多 祝你们幸福 谢谢 祖阳老师讲的有道理吗 有道理 有道理 你是一个讲道理的人吧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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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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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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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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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删吗 那他说三年话 我也能删呢 你全删吗 那不能 那凭啥呀 所以你是什么呀 你就是以你自己的意志为转移 我怎么高兴我怎么来 你是爱他吗 是啊 我呀 这不叫爱 这叫战友 你的战友欲太强了 跟你谈恋爱就像犯人一样 我每天得被看着 我没事也得有点事出来 吓都吓死了 所以你不能把战友欲和爱相混淆 知道吗 明白 因为我们长大成人了 我们不再是孩子了 知道什么叫适度 知道什么叫距离 对吧 对